你好,我是刘妈妈 今天分享特教第四 第四个分享,数数 什么叫做数数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常说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哇,我有十根手指头 什么叫做数根量 数次数次量是一个东西有多少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还要跟孩子讲 这是一根手指头 两根手指头 三根 四根 五根 再看一次哦 一、二、两根 三根 四、四根 五、五根手指头 手指头越来越多 再看一下我手上有漂亮的什么 我有漂亮的雪花片 我有漂亮的雪花片 我们来数数看 我现在手上这里有几个 一、二、三、四、五 这里有五根 我们再数一次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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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两个 三、三个 四、四个 五、五个 这里有五个雪花片 有红色 绿色 绿色 白色 橘色 这个是天空的蓝色 五 那我要用我的手来数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五、六、七 我这么多就好了 好多 七、六、五、四、三、二、一 我唱一首歌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七、六、五、四 七、六、五、四、三、二、一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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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六 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 四、五、六、七 好棒哦 但是这个是非常难的手 尤其比较小的孩子 二已经抓不到了 二因为我们的二的小手指 我们要介绍的这是小肌肉 我拍打 这是一个手臂 手腕的动作 这是一个大肌肉 我高高的举 这是一个手臂的动作 可是我要拿东西 这是一个手腕 手指的动作 这是一个抓握 可是我要把它拿一根 我换一根 我换一根 哇拿不起来 我换一根 我换一根 它是难的 所以剪刀就已经是很难了 剪刀二已经很难了 再来三更难 有的人三可以这样比 有的人三可以这样比 当我们在唱一首歌的时候 如果小孩子不会 没关系 为什么我们就是面对的孩子 抓一下他的手 或者挥挥他 挥挥他 手指头在这里 一 手指在这里 二 然后唱歌给他听就好了 1 2 3 4 5 6 7 好棒哦 7 6 5 4 3 2 1 好棒 今天分享的这个是一个手指的运动 它是有它的难度 我们一定是慢慢来 那我们要了解 我们的身体的发展 我这块叫做大肌肉 大肌肉可以做很大的动作 我可以做很大的动作 对 好 那我们的小肌肉讲的最主要是这个地方 小肌肉 好 我们的手指的独立就是一个小肌肉 我要拿筷子 拿筷子 好 我要拿碗 拿筷子 夹东西 这个就是小肌肉 但是我们在数数里 就可以让孩子手指头做独立 数数 数数 1 2 3 4 5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数 一定要让孩子看得到东西 看得到东西 我的手上有这么多 有1 2 3 4 5 6 有6个雪花片 啊 我这里有什么 我现在有一只毛毛虫 我这里有几根手指头 1 2 3 4 5 数数 也可以练孩子的小手 小手 小肌肉的灵活 不要急 在孩子面前唱给他听 1 2 3 4 5 6 7 谢谢 拜拜